你是医生 你什么都懂 你医生肯定有犯了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 只有经济才会看病吗 这就是你们就死活生了 你真觉得他是个好医生 是非对错 是有标准 病人也好 我们也好 都应该得到公正的对答 凡是经我手的病人 我一定不惜 并且轻其所有的治疗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 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以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 但现在 你有门诊才有医院制是有原因的 凭什么就被你直接门死掉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 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你早就对他有评价 有人问你意见吗 跟他什么关系 人在做手术 生殖加价 你图什么 你真的讨不下决定 你不觉得亏心吗 那明明是病得更重的病人 却得不到及时的治疗 这就是你的公平吗 这因为每个人对公平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才显现出规则的重要性 作为医生你真的温馨无愧吗 可是你不是那样的人啊 你永远做不到见死不救的好 我想不到那么多 我只想这个女孩如果不接受手术 还非是会死 她信任我 你好听得到我说话吗 所以我不能让病人去冒这个心 你还跟着什么责任都往前身上来 都是为了病人 心动力 郭医生 常常需要战型的好吃 莫名精神 一直要穿上这身白大衣 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我不敢忘 从今天起 合作愉快 达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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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